《农历新年》央视一套在黄金党播出电视剧《人世间》 该剧改编自梁小生《荣获地世界矛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 这部115万件的黄黄剧作 围绕东北吉春平民社区光字片的周志刚一家 在1969年到2010年这50余年间的面前 馆中窥豹式地展现了中国在这半个世纪里的重大的历史时刻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78年恢复高考 再到国家推行改革开放 他都没落下 梁小生把周志一家人的生活变迁 放置在家国聚变的50年里 就凭这个把人世间称作平民史诗一点也不为过 但不要看到史诗的赞誉就以为他会沉痛或厚重 人世间起于苦难却不单于苦难 他要呈现和赞颂的 就是那些在苦难里摸爬滚打过的底层中国平民 如何苦中作乐 守望相助自强不息 即便不得不面对苦难和艰辛 他也尽可能地一闪而过 并带之以寒情默默的温暖 也就是说 在家庭和亲情关系日渐被消解的当下 人世间把我们带回到传统大家庭的旧梦里 在我们热爱并用力地去拥抱生活 人世间由腾讯影业《新力传媒》《粤文影视》《三驾马车》联合推出 与电影《1921》《剧席》《新居》组成了腾讯影业《粤文影视》的《时代旋律》三部曲 可以看出腾讯影业的创作在题材旋材上 注重贴近现实接地气 故事一开头 陈道明就用他浑厚的嗓音旁败道 光字片有五条胡同 分别命名为 仁义理智信 这既是地名也是传统 一种老派人所坚守的传统 电视剧里的周志刚夫妇 就属于这样的老派人 尤其是丁永代扮演的父亲周志刚 固执 倔强 典型的大家长作风 儿子和女儿的婚事 与她的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 故事一开始 女儿周荣义无反顾地 跑去贵州做了知青 其实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她的这个举动 让周氏夫妇完全无法接受 母亲黎素华 直接把这件事定性为私奔 但是周志刚最终决定 亲自去贵州看一看女儿和女婿 当着父亲的面 周荣说了狠话 她说 这辈子都不会和丈夫离婚 如果父母不接受 就当没生过她这个女儿 来世做牛做马 报答养育之恩 这番话让周志刚出离愤怒 然而她的回答 却出乎意料 她对女儿吼道 你可以当没有我这个父亲 但我不能没有你这个女儿 还有周家 老嘎的周炳坤 她尝试着跟父亲周志刚沟通 说自己相中了一个 带着脱油瓶的寡妇 结果被父亲一脚踹翻在地 把脑袋磕了个大包 并不是周富骑士带小孩的寡妇 而是周富认为 周炳坤与一个寡妇纠缠这件事本身 就意味着她的作风不正派 等到后来 周志刚再了解了郑娟 为周家所付出的一切后 问儿子 跟郑娟结婚了吗 周炳坤回答还没有 太忙了顾不上 周志刚的反应再一次出乎意料 他质问儿子 如果你有志气 为什么还让郑娟等那么久 这些出乎意料的反应背后 是真实的情感 观念让周志刚 无法接受女儿和儿子的婚姻 然而当他深入其中 去了解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 原则就让位给了 具体的人和真实的生活 他选择与儿女和解 有时候 原则在强烈的情感面前不堪一击 就像 托斯托耶夫基说的那样 去爱具体的人 不要爱抽象的人 去爱生活 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是一个样子 当你去了解又是一个样子 比如樱桃扮演的郑娟 她的不幸像一个谜 被一点一点揭开 像伤口被揭开一层又一层的结痂 然而面对生活的苦难 她选择坚强与善良 这样周炳坤如何不爱她 尤其她还长得那么漂亮 而当郑娟遇到爱情时 又非常勇敢 当她明白了周炳坤的心意之后 就直接逼问周炳坤 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周炳坤说 不知道 郑娟说你知道 周炳坤说不知道 郑娟说你知道 郑娟问你想过女人吗 想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在郑娟的逼问下 周炳坤崩溃了 她说她想的女人就是郑娟这样的 没有别的女人就是你 这一年来我唯一天天想的就是你 我不是你啥贵人 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老让我想着你 让弄弱的周炳坤崩溃 需要的一连串追问 而让勇敢的郑娟崩溃 却只需要一句话 咱俩结婚呗 该剧中 人物众多 具有性格魅力的是几位女性形象 乔春艳开朗豁达 有一种勇于面对生活的泼辣境 郑娟坚韧勤劳 撑起了一个家 就是酱油厂那个 娶书记娶老太太 也个性鲜明 戏份不多 别有神态 她心地善良 作风正派 原则性强 带有浓厚的曾经的老干部的范儿 所以 她常常被误解为官僚 实际上 她最实事求是 人世间多其路 周家三兄妹 谁没有经历过挫折 像周炳坤那样 坎坷不断 磕磕绊绊 但无论如何 人总是要努力向前走 人未必都能轰轰烈烈 惊天动地 平凡的人生 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脚步 兢兢业业的付出 善良在心 希望在前 脚步就有力量 生活就有尽头 人生就有光彩 向前向善 这就是人世间 启示的人生坐标和目标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